好 明天開始呢 民調就不能公布囉 所以大家就很在意說 現在封關民調到底各家表現得怎麼樣呢 好 我們請教鄭浩 因為這個是聯合報的封關民調 賴小32% 侯康27% 柯穎21% 那很明顯的以聯合報來講 其實侯康是掉的喔 掉了4% 但趙少康說什麼呢 他說 可能是因為泛藍的受訪者 民調意願不高啦 還有這個週典論 涉嫌會選有關係 所以民眾就像是重回白色恐怖的感覺 好 所以才會降這個4% 真的是這樣子嗎 應該這樣講 我們現在瘋狂民調 不管是聯合報 或是T台 我不要講那種什麼 甚至包括美女島 電子報 我不要講什麼1450民調 就類似過去大家認為 相對比較偏懶的民調 做出來賴清的都有5到10%的領先 5到10%的領先 那這個5到10%的領先呢 某種程度也很符合現在真實的狀況 那最後會投出了什麼樣的結果 最後還是要看投票率啦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呢 更有趣的事情是 看起來一度 我講這個民調 再往前拉三周 侯友宜有一度追得離賴清的非常非常近 就是萬里賴清的老家案例 徹底發酵的時候 侯友宜追得離賴清的非常非常近 後來呢隨著賴清的把萬里老家公益信託 加侯友宜凱旋院 加上侯友宜新疆土地 整個民調拉開變喇叭口對不對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這些東西我們都看得懂 可是在這個時候竟然出現這個新聞 這新聞是瘋傳媒的新聞喔 我先釐清 這個新聞的內部說了什麼東西呢 新聞內部就像標題說的一樣 他說喔 藍營知情人士說 侯友宜從競選辦公室執行長金輔松已降 就包含金輔松在內的所有人 都知道凱旋院的事如果能夠主動處理 民進黨的圖謀就難以得逞 只是侯友宜的態度非常消極 導致原本該逆轉的民調沒有逆轉 叫做商逆轉 狀況是這樣子喔 這篇新聞講的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 我要問的事情是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出現這個新聞 誰跟葉平強講侯友宜態度很消極 誰跟葉平強講金輔松已降都知道處理 就只有侯友宜不知道要處理 誰嘛 要推卸責任的那個人 他就選下ABC A 賴清德 為首的所有民進黨集團跑去跟葉平強放話 B 侯友宜自己在夜深冷靜的時候 打給葉平強說 抱歉 真的是我太消極 C 黨中央跟葉平強講 最多是侯友宜害的喔 選朱依倫的請舉手 當然是朱依倫嘛 葉平強就跑黨中央的嘛 選書不關我的事喔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代表是A賴清德放話 B 侯友宜自爆 C朱依倫踢皮球 蕭敬演請選擇 不要逼我舉手 你們不知道小姐是黑豬大將嗎 等一下小姐會補充他有名的朱黑嘛對不對 我意思是這個放話 其實就是朱依倫在放話嘛 這一段不要怪我喔 是侯友宜這個態度消極喔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要講金腐聰已降 都知道 因為他知道如果把金腐聰扯進去金腐聰會開機 你自己扛囉 剛才踢皮球 剛才怪朱立軟 有這種事 難怪你們會輸嘛 這種政黨輸不是剛好而已 現在針對的這個政黨票 還有分區的區域的部分 感覺起來呢 好像大家都說 看起來是比較緊張的嘛 那包括這個 看起來呢 民進黨的政黨票呢 現在是風扇的民調 31.6 國民黨28 民眾黨19.2 喔快了耶 一川哥快了耶 政黨票逆轉國民黨 差一席王一川就要進國會囉 針對這個政黨票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預測是說 藍綠可能各拿12席啊 那如果民眾黨拿10席的話 很多小黨啊 如果他沒有拿到一個門檻的話 可能票會分到藍綠這邊 對 沒錯 其實小黨的部分 可能在這次的選舉 可能會被排擠擠壓掉了 所以還是這三個 尤其是民眾黨 但是我覺得 其實昨天 你看一下那個副總統 就是吳馨儀的候選人 他一直在喊 不要把我當空氣 我們民眾黨還在 你們不要來搶我的票 我們不會投給藍營的人 所以他現在就是在 對他的民眾信心喊 就是說不要有氣爆效益 他們認為 因為他一氣爆以後 民眾黨就垮了 那不分區的票就不見了 因為會全部嘛 死過我大名 可能他們投票的話 你不會這麼每一張票 都蓋了不同的三個政黨吧 不可能吧 通常一般人就是習慣性 會這樣延續蓋下來 所以他認為說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連不分區立委的席事都會被國民黨吃掉 所以他們才一直在信心喊話 那我自己在基層這樣跑的時候 我判斷其實柯文哲還是至少有兩層 兩層的選民是堅定支持他的 他任何人他都投不下去了 所以呢那中間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侯友宜剛剛提到的 我們六項公司還有啊 你還是可以跟我要合作啊 當然他是怕違反選辦法說 他講得非常含蓄 事實上他就是要把柯文哲 兩層以外的 那些拉過來 回來到國民黨身上 那他就有可能贏了 可是我覺得其實真的 這個時間點我在地方跑 這兩層還是給柯文哲 但是其他人是回到我們賴銷這裡 真的回到賴銷這裡 因為他們這些 尤其是70歲以上的這些高知識分子 他不會給侯友宜的 再像趙少康昨天的talk show的演出 他們更不會再給趙少康 也不會再給藍營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穩定的 告訴大家世界看到台灣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其實年輕選民是非常有感的 不要以為說年輕選民好像 覺得這一次好像我一定要給柯文哲 可是比較中性的選民 包括白粉裡面有一部分的 大概有一成二左右的中性選民 其實應該他們還是會 傾向投給這個賴小沛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風 整個氣勢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不分區 包括我們搶救王怡川 在全世界 不是全世界 因為你已經哭了 超過美國日本回來的 還有法國 因為我們那天 我們那天跟他在露頭的時候 還有法國電視台 也有來訪問 你現在是走國際路線 International 對他現在是國際路線的 所以搶救王怡川是國際路線 再像台灣要上架台灣 世界看到台灣 我覺得昨天 總統小英總統講的那一個 元旦的文稿的部分 其實真的有感動了一些中性的選民 包括支持柯文哲的人 因為他們到時候真的 如果要是覺得柯文哲不會上的話 可能這個票會投到那個我們 賴銷這裡 那賴銷這裡的話 現在民進黨提出來的論述是說 有錯就改 如果真的有貪污 有怎麼樣我們就會處理 我們不會 我們自己不會包庇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讓年輕人的部分也稍稍有一些 鬆動到我們民進黨這裡來 因為其實年輕人 雖然不是很喜歡民進黨 但是不會討厭蔡英文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有機會的啦 王怡川加油 但王怡川你是什麼東西 趙少康直接這樣子跟你講 你一舉激怒好幾個男人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呢 王怡川你現在變成了 這一次選舉裡面 最容易激怒別人的人 但是我的問題沒有很難 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生氣 因為我們講這句話的時候 李正昊也在 周冠廷也在 我們講完之後我們就解散 我們也沒有覺得這有多 我們就只問他說 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不是中國 那為什麼他要生氣呢 全場的人都知道答案嘛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生氣 聽到我就生氣氣 趙董事長 你現在還是媒體大亨 我知道你可以指揮那些記者說 不要亂問 但是選民都看在眼裡 選舉是這樣啦 選舉看兩個事 一個叫趨勢 一個叫大勢所趨 就是說這一種 這一種部分區的這種選票 叫我鎬起來就對了 最後一個禮拜一夜八號開始 五天的全台大車早 整個鎬起來 我跟你講 你囂張了是不是 我們的部分區的票一定會比國民黨多 部分區的票一定會比國民黨多 可是之前政黨票都是國民黨看起來民調比較高 可是國民黨這次提的很弱 有了 明明就是孫兒 他們做的兒子 每天都要說不孕症醫師 他們都用藏的 什麼雲林的張家的 農民代表 數字介你 近電視了 好這個是最近的這個 昨天前年公布的民調 我們剛開始提名的時候 我們是23.5 國民黨是34 輸到10% 9點多 然後經過這一段期間的努力 我們在前幾天 已經一舉衝破 比國民黨還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分配的期次一定比國民黨多 我們現在最後要多衝50萬票 我們只要有50萬的支持者 每一個人幫我們多拉一票 我們就會多50萬票 多50萬票 我們剛剛這個舉金拿了那個 從14到15 就有可能進到16 我們就有機會 好 但靖妍現在看起來勢均力敵囉 難道真的政黨票 國民黨落後了嗎 反正這個禮拜六的時候 我記得林濤還有召開記者會 公布這個總統候選人的民調 那其實大概這個式化加手機 那個跟純式化 看起來國民黨是比較有優勢 式化加手機的話 其實跟民眾黨確實 我覺得差距也還不算大 所以說看起來在這個時間點 公布這個民調看起來 就是為了要讓選民可以去希望 做到棄跑這件事情 那至少政黨票的部分 反正最近這幾天網友都在統整 他們還有甚至統整某電視台的民調 說什麼過往選前 然後民調都是怎麼樣 結果開票出來結果怎麼樣 反正現在就是1月13日 就知道誰沒穿褲子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其實對我們來講 確實我們在這個北部 目前的優勢還是可能稍微比較好一些 但是確實在中南部 包含朱玲自己也講了 雲家南啊 這個高平棚這一塊 這一些地區 尤其是年輕這一塊 我們是比較落後的 那看起來最後的關鍵 我覺得就是四個 第一個就是不表態者 然後這跟分裂投票的情況多不多 那這個大事件跟投票率 那分裂投票就會嚴重影響到這個政黨的 這個政黨票的得票數 所以說最後我們當然是希望不要發生什麼大事件 通常有發生大事件對國民黨都不是好事